新竹市長高鴻安有引發爭議了 這一次為了要慰勞一宵團隊比賽獲獎 所以新竹市政府動用了第二預備金 補助一宵到越南旅遊 而市長高鴻安也將一同出國 那麼市議員就抨擊啦 說高鴻安你不顧市政 還花公家的錢出國玩 真的有需要去嗎 那麼其實在今天高鴻安回應了 說是按照網例來安排行程 醫生輕便出席公開活動 高鴻安笑得燦爛 不過大家的焦點全都在 高鴻安即將在二十二號 隨著一宵團一起到越南旅遊 那我這邊也會尋前市長的網例 隨團出訪部分的天數 我當然也是到了越南 也會來跟我們在地的一些台商 來進行相關的一些會議 那包含說希望能夠跟他們 討論到更多招商引資的可能性 高鴻安市長被抓包是跟團出遊 就馬上改口說是為了招商公務 而出訪的行程 請問陪同高鴻安市長出訪的 有哪一些局處長 沒有負責招商的產發處同仁 也沒有負責國際事務科的民政處 雖然高鴻安回應強調 往年市府都會有類似的獎勵活動 市長或副會首長常常隨行 順道會見當地台商並引資招商 但議員們卻認為 市長動用第二預備金出國玩 離台四天卻遲遲沒提出市長代理人 恐怕會出現市政空轉 市議員收到的資料 高鴻安出訪行程曝光 根本就是豪華旅遊團 雖然類似活動不是第一次 但目前新竹市政並不平順 加上涉灘案纏身尚未明朗 選在這個時間點隨團出訪 高鴻安的政治敏感度令人擔憂 記得於年樓 新竹保達 JC 旅遊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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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